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壓力 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棋子來對付中國 它會擔憂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政府會不會利用香港來反制歐盟呢 當然我認為這些擔憂很多餘 所以如果中國要對付歐盟的話 事實上根本就不需要有桃花協議都可以做到 第二就是說 我看不到中國政府有什麼需要利用這個桃花條例 來針對西方國家的公民 始終來說要這樣做 事實上將會將香港拖落水 對香港不利 實際上的憂慮我覺得是誇大得很重要 事實上現在西方國家不斷地要求中國政府 開放市場給他們的企業 令他們更多企業更多人可以進入內地去發展 那麼你連內地那個事發體制 你都有信心去發展 何以對香港的事發體制出發信心呢 所以我認得過 不過你某程度就相當程度呢 是玩忍政治 就不需要太過高度與理會 從中國政府各地看 當然這次桃花條例修訂 就的確惹來這個外部勢力的干預 但是當然歐盟的干預和美國的干預有些不同 歐盟基本上的角度就是 仍然視中國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 我不覺得他會在香港這裏頭版問題上 會有很多大動作